再来看台大议事柯文哲 今天举行签书音乐会 这难得公开现唱两首歌 现场一千名粉丝挤爆了 大家大喊柯市长加油 像极了造势大会 不可能呢因为民意所趋 他人气越来越旺 原本入党的问题被质疑 但现在当主席苏正昌的说法 似乎也开始转变了 他说不一定要是民进党的人 才是人才 他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努力 说好话 留好气氛 未来才好合作 听着歌词表情投入 台大议事柯文哲签书会 斩歌喉顿时变成签唱会 一首不够再来一首 哎呀 音响声音实大实小拍子跟不上 声音必轻小小吐嘴 台下支持者不在意 刮花虾照样催泪 似乎也给柯文哲不少信心 我发现他弹的气都跑掉了 今天大概只有六十分的水準了 为了争赌柯文哲的歌艺 台下近千位粉丝把现场做得满满满 冻算加油 不绝于耳 柯文哲 加油 柯文哲 加油 柯文哲也跟宜广不同 特别加强语气 重炮抨击 蓝营对手 你钓嘛 你就每个次 他都给你用机密文件 我来找你 你才钓 因为他才用机密 但是我倒算 你不敢钓 我自动就才公布 马好连 柯文哲一次批台下掌声欢呼 简直就像造势大会 柯文哲所到之处围绕大批支持者 魅力压过其他民进党参选人 已经让党中央不得不转向 正视这股柯文哲现象 倒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说 我们的党员才叫人才 只要是能打赢这场选战的人 大家一起来努力 在下一次的台北市长的选举里面 能够选出一个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长 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个社会的现象 民进党态度逐渐松动 柯文哲强调持续沟通 需不需要入党才能代表民进党出征 看来似乎是有了转环空间 森林新闻杨上千里平一台北宜兰 综合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似乎是有了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